2月14日,记者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复处医院获悉 中国首例试管婴儿亲体肝移植,在该院成功完成 经过20多天的精心呵护,患儿于当日康复出院 据西安交大医护院肝胆外科副主任王博介绍 6个月大的患儿是一名试管婴儿 自出生就被诊断出先天性胆道闭锁,动脉导管未闭等症状 患儿出生后,因为黄胆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检查、治疗以及手术 但病情却未能缓解,黄胆反复升高,伴随全身搔痒,让父母心痛至极 为了拯救爱女,肝移植成为患儿一家唯一的选择 为了保证手术顺利进行,医院多次组织全院会诊 包括肝胆外科、麻醉手术部、心射儿科、心脏外科等诸多科室专家进行讨论 小月龄的婴儿的肝脏移植又显得特别特别的技术复杂 因为这个肝动脉要吻合的话,我们普通的用肉眼都看不见 用手术放大镜勉强能看见的话,然后也不能精确的缝合 要用这个手术显微镜来做这个动脉的重建 所以说这个技术就非常非常复杂 2019年1月23日,6个月的患儿与母亲同时躺在手术台上 患儿的病肝被切除 移植上母亲捐献的260.4克健康肝脏 在近20人的医护团队历经7小时的手术后 全国首例试管婴儿心体肝移植手术取得成功 随着患儿进一步恢复 2月14日,患儿最终平安出院 后期恢复还是挺好的 感谢交大医护院这边 希望孩子以后还是健健康康快快乐的成长 西安交大医护院院长施炳寅表示 该院首例试管婴儿亲体肝移植手术取得成功 揭开了西北地区儿童肝移植的新篇章 对提高先天性肝胆疾病化儿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有着深远意义